直飛日本池城爽爽玩 刚刚我们提到的 飞到池城又近 机票又比较便宜 而且租车现在也超便宜 超便宜 所以我们就来个自驾之旅 安排四天的行程 四五六日只要请两天 好 那直接抵达池城 第一天 第一个景点 就问一下这杰哥了 来来来 重头戏很重要 第一个景点带我们去哪里 第一个我们就带你去 此生必看 CNN票选日本31绝景之一的 国陵传入海滨公园 此生必看啊 为什么 因为它里面种的 非常的多的花种 然后基本上它最有名的 就是五月去看粉蝶花 粉蝶花 一片就是电蓝色 超漂亮 然后九月底到十月中 可以看哨琢草 一片火红这样子 这两个非常有特色 而且因为这个公园非常大 它占地有两百公顷 两百公顷 可是讲两百公顷 大家可能不知道多大 然后大庵森林公园 大概是26公顷 所以它有八倍大的大庵森林公园 那根本走不完啊 对 而且它是靠海边 所以它同时 它那边是制高点 它里面有个建勤之丘 就是它所有花都种在那边 主要散化的地方 那边可以看得到 就是丘陵的景色跟海边的景色 然后夏天去的话 那边还有个儿童乐园 还有乐园可以玩 那是一个乐园的地方 那可以玩水啊 小朋友去那边踏青什么都可以 对 然后园区因为非常大 里面也可以租轿道车的服务 你可以租轿道车去那边环游 然后像对应的季节 它里面会有一些特色长车 像粉碟季 它就会推出粉碟的冰淇淋啊 造型冰淇淋很可爱 好可爱 对 如果扫揉草 就会扫揉冰淇淋这样子 一颗一颗的像波波草这样子 非常漂亮 所以很推荐去那边漫游 而且这两个季节气候都非常好 不冷也不热 对 因为风 选个好天气去那边 其实非常的舒服 我总觉得这照片看起来 有点像北海道的感觉 对 因为北海道是丘陵地形 它那边也是丘陵地形 好 所以我们第一站 就去了这个此生必看 而可CNN还推荐过的一个绝景 真的 听说这个池城 其实绝景还不止这里 来问一下亦凡 这边还有什么美景可以看 我们就继续认个此生必看的系列 其实还有三大景点要跟大家分享 首先辞城你一定要来的就是这个接乐园 接乐园它堪称是日本三大名园 跟刚刚小子讲的岡山后乐园 还有这个金泽的尖六园 并称为三大名园 能不看吗 看 很好CUE 而且它是全世界面积第二大的都市公园 它的占地有300公顷 仅次于纽约的中央公园 然后这里面就是四季都有不同的花卉可以欣赏 包含了它的二三月是最有名的赏梅的季节 梅花的季节 然后不同的还有紫藤花啦 杜鹃花啦 各式各样的花卉在不同季节都有不一样的美 那这里面还有一间超好喝的咖啡厅 它可以一边赏着梅花或者是当时的季节 然后一边喝着咖啡还有好喝的红豆汤 跟你可以点一个提拉米苏 它那个提拉米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香浓 然后里面的那个饼干跟那个咖啡味 就是非常的好喝 就是入口即化的那种口感 所以你在那边走走看看喝个下午茶 然后过个愜意的下午 继续我们要来到戴田瀑布 戴田瀑布大约是1500万年前火山喷发而形成的瀑布 那这个瀑布也是日本三大瀑布 能不看吗 什么都是日本前三大 这边都是前三大 随随便便 它的宽有73公尺 高有120公尺 它有不同的观景平台 你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它都有不同的美 那另外一个说法它叫四渡瀑布 是因为它春夏秋冬 不一样的季节 这个瀑布就会呈现不同的一个美感 四种感觉 它在冬天的时候甚至会形成冰瀑 这样子的绝景 所以选堆季节去看也非常的重要 另外还有一个大喜基前神社 这个必看的重点就是 矗立在椒岩上的神鸡鸟居 那神鸡鸟居它为什么叫神鸡 就是神站立的地方 所以对于日本来说 这个地方是非常的有圣灵的 很神圣的一个地方 那因为它在椒岩旁边 那大家就可想而知那个水花四溅 波涛汹涌的那个景象 就更显得它的那种威严的存在 那你会发现在这个神社前呢 你是什么时间点会最多人你知道吗 居然是凌晨四五点 凌晨 为什么 因为它也是看日出非常知名的景点 就这张照片 对 因为它那个日出 真的是壮观到 海平面太阳升起的那一刹那 那个阳光先穿越海上 然后透过那个鸟居 然后一道金黄仿佛 圣灵的那个光芒 啪 来到你眼前 太厉害了 你那个眼泪就会滴滴老了 感动到眼泪 因为整个人都开光了 你就觉得人生就是你知道 看淡一切的这种感觉 就是非常的感动 刚刚那张照片其实就是我拍的 你拍的 我那时候为了那个 因为其实我第一天去的时候 不是在日出的时间去的 然后我白天去的时候就觉得 好像有点可惜 没有看到这个绝景 就是人家照片怎么拍这么漂亮 这个光晕这样子 后来我就隔天再花了两个早上的时间 去那边等这个日出 我跟你说日出的时间真的是 一整排的大炮在那边等 对 很多人去 而且你也不用怕找不到位置 你看到摄影机在哪 你就知道日出的方向 大概在哪 我觉得像是得奖作品的感觉 对 我真的觉得很梦幻 你在那边看完之后 就像一帆说的 你就会觉得好感动 你有哭吗 我没有哭啦 可是我是有流泪 可是我流泪是因为风很大 所以我脸睛很干 但是拍完那个真的就是饿了 那附近很多东西可以吃 那这间松杏鰻鱼饭 它是非常道地的关东口味 那关东跟关西的差别 就是关西的鰻鱼饭 它喜欢用全程都是用烤的 所以它吃起来会是 外面有一点焦焦脆脆的口感 那关东这边 它是喜欢先烤过上色之后 它再拿去蒸 所以它其实是手工比较繁复一点 那因为要烤又要蒸 它为了怕它的水分 跟它的一些焦脂流失 所以它会选择是比较大只 比较厚的鰻鱼 然后它的口感吃起来 就是会有那种焦香味 可是它又很绵密 因为它不像完全烤干 然后外面脆脆的 它是蒸的时候 它那个师傅的火候掌控 就拿捏就要很好 你看那个鰻鱼这么大一条 然后很厚 很扎实 再配这月光米 对 然后它还附了一碗鰻鱼干汤 就是也是很道地的 就是有处理鰻鱼的师傅 他会把它做成它的那个干 做成那个汤 那汤其实喝起来就是很清香 然后微微的有点干苦这样子 然后这样吃起来才800多块台币 大概就是4000块日币 对 就很划算 那当然来到这个地方 在大喜鸡省舍的附近 还有一间就是明太子公园 它其实这个明太子主题公园 明太子公园 对 它就是一间观光工厂 但它的观光工厂进去 你就是可以看到 它整个制作明太子的制程 然后有相关的一些 就是会教你一些它的一些知识 你就可以在那边学 然后看就觉得很有趣 原来明太子是经过这样子的制程 那当然它里面的一些产品很多 选择非常多 像是它有它的饼干 还有它的明太子包子 包子 对 然后最特别的就是 它有明太子冰淇淋 明太子是咸的 冰淇淋是甜的 对 可是我觉得它很妙 是它听起来很奇怪 可是它吃起来是 我觉得没有违和感 它就是有点像很多日本人 会喜欢吃那种 有点海盐冰淇淋一样 它就是会有点咸咸香香的 有点带点海的味道 然后又有点甜甜的 然后它上面还插了一个 很像那个虾饼之类的 一个饼干 也是充满海味 增加口感 然后我就觉得 对 就是你来到这边 你真的要鼓起勇气试试看 我觉得不会后悔 虽然它都不是什么大菜 但每一样讲起来都非常吸引人 尤其是明太子冰淇淋 很吸引人耶 真的 肚子被小菜塞一塞之后 饿了 真心饿了的话 问一下大食怪艾维克 还可以吃什么咧 没错 问我就对了 我跟你讲每次大家问我 说去日本喜欢吃什么 我跟你讲我永远都是回答 我喜欢吃海鲜 生鱼片 握寿司 说是海味 我想到日本的海� 我就觉得真的很棒 那我们刚刚带大家到大喜海岸 我们其实去从大喜海岸往北走 其实很近 就真的推荐大家来到这个 一定要去的那颗臭市场 那颗臭 我跟你讲 刚刚吃那些人就眼泪流下来 我跟你讲 这个你可能痛哭会贴 真的太棒了 这个鱼市场 我真的觉得很棒很棒 因为那时候我日本的池城朋友 就问我说你喜欢吃海鲜 那我带你去一个在地人 都会去这边吃海鲜 挖饱的一个鱼市场 你看像这种池城鱼的 这样一笼一笼一笼 脸盆中的 就是可能大概900块日币 1000块日币 我真的不夸张 我看到有个妈妈 现场买了三笼带回家 真的 然后如果说你像这些 没有办法现场料理的话 还有像是这种生蠔 是一定要吃的 生蠔 生蠔它有分大小 一颗大约是200块日币 到300块日币 你真的是 超便宜 而且很新鲜 台湾有的一颗 小小的一颗 那那个是手长大的 对 就这么大 你看这个照片这么大颗 然后你现点它是现挖开给你吃 对 然后它旁边就有一个小摊位 你可以直接挤柠檬汁 或是酱油什么 你可以直接在那边挤 然后就这样子一口 就吞下去 哇塞 然后在你的嘴巴裡爆开 好棒喔 新鲜的味道 哇塞 海洋的滋味真的太棒了 太多鲜 吃完这之后 再推荐大家 到旁边的一个就是 还没吃够就对了 不够不够 刚刚那些就是现点现吃 对不对 现在旁边还有一个很新鲜的 叫做市场寿司 寿司 这个地方也是我慈生朋友推荐给我 他说他们当地人如果想要吃握寿司 想要吃旋转寿 回转寿司的话 都一定会来到这边 你知道他CP值也有够高的 我真的 你知道当地人跟我说 这是土豪式的吃法 土豪啊 因为只要大城市的价格的一半 但是有大城市的分量的double 对 你知道他们这个祭盘嘛 用盘子出去算钱的 它的盘子的颜色 价格大约是从日币130块到600块左右 从台币25块起跳 20块好便宜喔 很便宜 然后你看看它有各式各样 比如说我刚刚讲到的 这个地方的特产 就是它有这个布拉蜜 你们有吃过生的布拉蜜的 军舰寿司吗 没有 而且你看它料是满到一个爆炸出来 超级划算 这样一盘不用100块 就台币不用100块 有关划算 然后你看它有很特别 比如说生蠔的军舰寿司也有 然后各式各样 我自己最喜欢的就是这个 综合生鱼片 你看这个军舰寿司是不是很夸张 我真的没有看过有人把这个寿司 堆到这么满 像山一样高 极尽所能的堆 然后你这样一夹整个就爆开 各式各样的海鲜综合 这样一盘两罐 也不用100块台币 也太划算了吧 我怕这样没吃几盘就饱了 没有 每个都太巨大了 我跟你说不夸张 我那时候一个人 这些桌上看到这些 全部都是我一个人吃掉的 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过瘾 所以我真的是印象很深刻 推荐大家有机会来到池城的话 一定要来一趟就是那科臭海鲜市场 那科臭很好记好不好 所以我们就把刚刚所有达人推荐的景点 把它凑成一个四天的行程 列出来给大家做参考了 来看到第一天我们去接乐园 第二天到了瀑布 然后那科臭市场 再来去大喜机前神社 接下来去明太子的主题公园 第四天就准备回家 只是这洋洋沙拉列出来之后 大家再说 怎么会没有住宿 住宿到底在池城要住哪里呢 下一段告诉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